第一個非常感謝韓國瑜院長 那調和鼎耐 安排了今天的這一場的聚會 那在整個過程當中 那韓院長的確也都扮演了希望扮演何四郎 這樣子的角色 那只不過說 蠻令人遺憾的 我本來以為行政院 今天會利用這一場聚會 拿提一些具體的解決方案 那但是 一個多小時下來 除了聽到民進黨團的幹部 重新回到上個會期 在法案通過以前所講的話 從頭到尾全部重新講一次 到目前為止 沒有聽到什麼具體的方案 那接下來 我覺得在行政立法之間 事情該怎麼解決 我們就怎麼解決 中華民國第十一屆的立法委員 是在今年二月一號就職 到現在為止 將近八個月當中 我想執政黨 還沒有好好的思考 為什麼國會多數做出的決議 而立法院所代表全國的民意 所表達的聲音 行政院到現在都還沒有聽見 在上個會期 立法院國會所通過的重大的法案 跟決議 行政院在九月二十號送到立法院的總預算當中 沒有看到這些通過的法律案或是三黨共同簽制的主決議 都沒有得到行政院的尊重 我想今天是因為韓國瑜韓院長本誅 希望大家在意識上能夠更加的順暢 所以邀請三黨黨編來共同的參緒 也邀請了行政院的卓院長 我想今天中午的參緒 我們只能表達 沒有看到行政院所帶來的任何的方案 甚至已經再次回到 再次回到 這個當時啊 上個會期所有每一次的協商的一個過程 等於重新再來 我們非常的遺憾表示 行政院還沒有學習 要好好尊重全國的民意 再次的表達 對這塊土地上 台灣這塊土地 千年在這裡生活的原住民族 我們是不是要予以尊重 對於全國兩千三百萬人國人的健康 我們是不是要來守護 對這麼多廣大辛勤的農民 他們辛苦的耕作 二十年來沒有調長過工糧收購 是不是該給他們一個合理的生活的空間 我想這三個案子 我們要再次強調 完完全全都是全國國人 全國國人的非常重要的息息相關的事情 跟任何一個政黨跟任何一個顏色都沒有關係 但是今天完全沒有看到一個明確的一個答案 我想今天我們回去以後 國民黨會藉由黨團會議當中 我們再做一個全面性的一個討論 我們完全感受到韓國瑜韓院長 希望能夠盡快把朝野的氛圍 能夠把它協調到合理合法的正軌上面去 我們尊重韓國瑜院長 也謝謝他今天的邀印 但是我想這是第一次的磨合 國民黨也會秉持尊重韓院長的心情 我們來開黨團會議 對總預算 我們接下來會有更清楚的態度 來跟全國國人報告